原标题 解放军特种兵虐服训练 残酷度报表 最近 央视军事展示了一组我军某特战旅 进行虐服训练的动图 在没有地位 没有人权 没有水和食物的条件下 模拟被俘后 可能经历的一切情况 以此达到魔力意志的效果 最大限度考验战士们的军人气节 这并不是我军首次接触虐服训练 在2007年1月至2008年8月 我军战士副委内瑞拉海军特别行动学校参训时 便曾接受过这所地狱学校 残酷的日服训练 在三天时间里 学员们反绑双手 戴着黑头套 被教官用刺刺绞心 用金条抽打 用烟头灼烧身体 甚至被反绑双手 全身浇上饮料 扔到蚂蚁窝上 任凭蚂蚁肯咬 无论是高烈度的战争 还是低烈度的冲突 任意一支军队的士兵 都可能会有被俘的可能 降低这一可能性极为困难 但被俘人员如何不出卖几方情报 如何在被考打训问的情况下保守秘密 却是一个可以通过针对性训练达到 因此 对于一般执行情报搜集 火力引导 斩首等高危险性任务 被俘概率较高 且掌握较高保密级别机密 培养代价极高的特种部队而言 乐服训练是十分有必要的 无论是我军的特战旅 还是南美洲猎人学校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特种部队都要经历过这一关 毕竟 意志坚定 绝对忠诚 永远是每一个特种兵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 很多关于特种部队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 都曾出现过虐服训练的镜头 比如电影《冲出亚马逊》中镜头所表现的水牢拷打 高压水枪喷林 催泪瓦斯训练军事经典的训练手段 《我是特种兵》系列的电视剧 更是步步都要提到 从身体折磨到药物土真 反训问与虐服训练交织 共同组成了被俘后的抗性训练 通过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个铁打的汉子在残酷的训练下 也只能苦苦支撑 蒙着头套的教官不断用辱骂和体罚进攻着战士的心理防线 这是所谓地狱兜的第七天 前六天的训练 已经将战士们的体能严重透支 但在战俘营里 无休止折磨和超负荷的体罚 将精疲力尽的他们继续逼近极限 虐服训练之前 所有的参训人员的军衔全部被撕下 让参与训练的特种兵战士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不用顾及到对方的军衔高低 让参训人员都处于统一训练标准上 真正获得地狱训练的结果 教官和参训人员都蒙着头套 双向蒙蔽的条件 使得教官更无所顾忌 训练更加残酷 那磨破的脚掌 冲血的面容 一起留下的鼻涕汗水 就是这非人般训练的最好证明 训练结束后 坚强男儿也不免留下了泪水 但泪水背后 是绝不认输的一致 是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是对军人荣誉的狮死捍卫 训练结束了 但训练所带来深刻烙印 将始终根植于这些年轻军人的心中